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 在阿与王时代圣迹一时 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佛教诞生于今天的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处 佛陀是加皮罗魏国王子 名叫西达多 西达多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苦难 感到人世变幻无常 只有修行领悟超脱生死的苦难之道 于是他二十九岁出家修行 得到成佛后 西达多开始教导众生 向大众宣扬自己政务的真理 僧侣在古印度燃起星星之火 逐渐拥有众多信徒 当时印度北部出现了十六个国家 国与国之间相互征伐 连年征战 社会动荡不安 古印度自亚利安人入侵以来 统治者都以种姓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古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 婆罗门 沙地利 废舍和守陀罗 不同种姓之间世袭 互不同婚 以保持严格的界限 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 都被视为贱民 西达多认为 人不分贵贱 应该众生平等 许多商人被佛教教义所吸引 因为婆罗门教严格的种姓制度 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使得佛教在商人圈中传播开来 然后通过贸易传播到了整个孔雀王朝 还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 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成为印度的主流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